曾经有一辆完美的房车摆在我面前 我没有珍惜 直到今天看到S788深层测拓房车 我才追悔莫及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说就是它了 整车基于福特T8底盘打造 2.3T排量搭载8AT自动挡变速箱 后驱后双胎的设计 爬山涉水都可以轻松实现 车长5米99 车宽2米45 车高3米45 蓝牌C正就能轻松开回家 前方有智能限高预警系统 能精准地判断前方障碍物 并及时做出反馈 从而可以实现规划路线 车身四周各有一根液压之腿 稳定性非常不错 想象一下累了一天躺在床上 只需要在床头控制整层的灯光开关 非常人性化的设计 床的尺寸为1米5成2米 两个人睡下空间也是绰绰有余 床头软包 床头柜分布在两侧 方便一些个人物品 三面都能进行上下 不会影响别人的休息 墙体两侧开了外推窗 不仅能通风换气 还能保证二楼的采光性 二楼也是安装了独立的卫生间 电动升降洗手台 智能粉碎马桶 以及零花洒 都配备到位 可以方便年龄大的车友 晚上起夜不用跑上跑下 同时日常洗漱也能满足 整车可使用的面积达到18.72个平方 一楼的生活设施也是非常到位的 大使舱的上方是本车的额头床 1米4×2米2的尺寸 两人同时休息也能满足 内高达到1米1左右 成年人可以坐立 两侧都有外推窗 能够给额头床进行通风换气 上方更是开了一扇观景天窗 即使睡在这里 视野通透感也非常不错 床铺周围坐了三足储物空间 日常休息用到的杂物都可以放得下 坐在额头床上还可以看到下方豪华版的会客厅 还有飞翼观景天窗和隐藏的双重加持 会客厅的空间十分优秀 这是两张航空座椅自带通风加热按摩的功能 皮质软包的设计符合人体工程学 对面为两张商务座椅可以独立控制调节 中间是升降折叠带拓展的茶道桌 取消了固定桌升级为升降折叠桌 使空间能够得到更大化的利用 60公分乘以60公分和120公分乘以60公分 两种尺寸可以随意切换 固定的茶道桌出厂自带茶具 座椅里侧安装有收茶具的收纳格 上方配有家庭KTV一体机 自带GBL音响 还有24寸液晶网络电视机 会客厅对面为内置厨房 配备了柴油炉电磁炉两种炉具 柴油炉做到5米火防墙风的设计 保证出行安全第一 最高火力值5000瓦 最低也有600瓦 无档可调节 大火爆炒小火慢煎都能实现 并且具有高原模式 就算您跑到318路线 也可以正常使用 油烟机采用隐藏式的设计 吸力强而且不占用过多的储物空间 内嵌式洗菜池 冷热水可调节 水龙头 还有上方的储物格 灌瓢盆都能放得下 这就是您家里的同款厨房 旁边为电气区 168升双开门冰箱 分区送冷可储存 一家人出行所需的新鲜食材 上方为微波炉 不仅可以做甜点 还可以加热减餐 最后面就是一楼卫生间 门板采用铝合金圆弧形设计 增大内部可使用空间 内部做到一体成型 无缝衔接 不会出现渗水返潮等一系列问题 淋浴花洒 智能粉碎马桶 洗手池等 满足您在房车上所有的洗浴要求 双向换气扇和外推窗 强强联合 不会出现卫生间异味的现象 整车配备5000瓦逆变器 400安时锂电 1280瓦 太阳能板 260升清水箱 160升灰水箱 要我说 此时此刻屏幕前的你 都应该有一辆这么完美的房车